有不少人希望楼价下跌 但是他们应该知道 如果楼价继续下跌 财赤更严重 香港政府在2019年有1.1万亿储备 3年疫情 亦后复苏亦未如理想 现在只得7000亿 而政府赤字增加 其中最大原因是政府不设立 无人买楼 政府除了少收印花税之外 差响地租亦减少 本来在这情况下 政府应该顺势撤立 但可惜政府受民税影响 不敢撤立 但政府官员可能想不到 当储备用完 那些现在叫政府的人 就会怪责政府 可能会话辣椒影响物业交投 直接影响税收 但政府迟迟不敢撤立 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 现在不希望政府撤立的人 亦应该知道最后结果 他们没有良策解决政府问题 只懂得叫政府不要撤立 真是不知 为什么政府会这么听 那些人的说话 其实那一帮指示有破坏 没有建设的人 根本不用理会 再次减少